南無本師釋迦茅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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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微妙法 八千萬劫難遭遇 八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壽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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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解如來真實意 願解如來真實意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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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禮拜 就講了第一段那個 堪存法器 和第二段那個 成就眾為 今天呢 就是講第三段 你們那個 有那個經文的 那個是那個 經文的第四十曆那裏 那裏 第三段呢 就是講巨渡恩緣 那裏經文呢 那裏經文呢 就是說 運何得恩力 欲力 方便力 元力 所元力 根力 觀察力 觀察力 女 muk surround力 訢問力 披衝眺力 那恩力呢 就是具有修道的恩 一般来说是有善根 有善根的人 比较接触到佛法 当他接触佛法之后 他就会努力精进地 向着佛法的方向前进地修行 但是在那些没有善根的人 他接触佛法之后 他的信心就比较差一点 因为他会心不起这个信心 这样就是由于他缺少了因力 可能在他的第一次听闻佛法 或者他前世都没有接触过佛法 可能他也是听了佛法的因缘很短的时间 换句话说 他所种的种子是不够的 他的心就未能够生起 欲力就是当他听到佛法之后 心就有了求道的欲望的力量 然后方便力 方便力就是在修行佛法的时候 如果能够立下了成佛的志愿 就要去度众生 方便就是度众生 所必须的有一种力量 所以方便有很多种方法 能够因应众生的根基 同时也不会违背这个佛法 缘力就是说尤其是说初学的人 他是不是很容易退失了他的信心呢 有善知识从旁去引导他们 就能够使他们在修行上的精进 善知识其实就有很多种不同的 例如朋友 师长 这些都是良好的爱愿 都是能够促使到我们的修行成功的一种力量 我们如果缺少了这个爱愿 单凭靠自己的力量 是比较薄弱的 虽然有可能都要有很大的坚强的信心 同时都会经过一个很长远的修行 才能够得到的 所缘力就是说他所观察的境界 好像收这个不静观 不静就是说你要观察这个境界 你只要向着这个果方面下功夫 信心就渐渐就会加强了 这个定力就是不断的加深 智慧就会慢慢的提高了 这个就是从这个观察的境界 而达到修行的目的 一个修行的人对佛法 是要有观察的能力 如果不是这样 就是不容易成就的 即使有了这个善有 还要有这个所缘力 善知识是指导你一个修行的方法 而你不懂得如何去观察 所以修的就是修不到 等于零的 根力就是指这个五根 力就是指这个五力 五根第一就是信心 对佛法善知识和自己 要有这个信心 我们的自信 佛所说的是真实的 善知识所教我们的是可靠的 我们自己是未成佛 未能够成就佛 正到佛的境界 将来总会是有会成佛的 有了这个信心 在我们的修行 就有一种很大的力量 除了信心精准这两种之外 我们还要有什么呢 我们要有这个正念 禅定和智慧 观察力就是善于观察这个事理 遥益众生 有敏锐的观察力 就是我们观察力很敏锐 能够透过这个相而见到这个性 能够误到这个迷惑 误到这个颠倒 车摩托力就是指指指力 就是禅定的力量 我们修学佛法 一定要通过这个禅定 否则我们修学的力量 就会不足够了 念佛就是修定一个最好的方法 当我们念到一心不暖的时候 这个就是定的境界 我们要去哪里 都可以随意地往生 收这个念佛的人 应该能够了解到这个禅定的力量 疲勃舍罗力就是意思指这个观察力 我们能够作这个不正观 慈悲观 或者是这个恩怨观等等 我们必须要观赏这个宇宙的真相 当我们观赏成功的时候 我们的智慧就会开发 就能够证得这个空位 明白这个烦恼智慧都是空性的 于是烦恼就能够断除了 我们的生死就能够得到解脱了 我们如果能够作这个不正观 这个真正能够观我们的自身 是不正的时候 我们不再贪恋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就是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贪恋着我们的身体 所以整天都在这个轮回不息之中 死了还是想得到另外一个身体 一旦我们写来了 对我们的身体的执着的时候 我们不执着这个爱 这个贪心不起 我们的身体就才能够得到这个解脱了 思维力就是说 我们听了佛法之后 我们要思维其中的义理 凡夫他不能够 心安住在这个念头上 成就的人 他能够安住在这个念头和念头之间的空荡上 前念就已经灭掉了 后念就未能够生起 他能够安住在这两者的中间 这个就是思维力 第四段就是 愚法善巧 就是讲这个十种的善巧 就是这个经文里面的 云何德 寻善巧 界善巧 处善巧 元起善巧 欲界善巧 色界善巧 无色界善巧 过去善巧 未来善巧 现在善巧 这十种的善巧 所说的都是流转的善巧法门 流转就是说 在这个世间里面的六度的轮回 我们出生入死 或者我们堕落做了牛 或者堕落做了马 我们上升在这个天上人间 或者我们下了地狱 饿鬼 畜生在轮转不停 就是指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流转呢 这一品里面经常出现了佛教的名相 如果要详细去加以解释 其实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也是略略地说 如果我详细解释 变成后面的经文 就讲不及给大家 其实都是讲一个大概概念给大家听 稳善巧就是这个五稳 大家知不知五稳 是的 你们有上课 有做功课 五稳就是指这个 这个色身或者我们的身根 受 想 行 识 是属于这个精神的作用 受 就是感受 想 就是思想 行 就是我们内心的行为 从这样而发展成为了 这个身口意的行为 识 就是辨别的能力 人即使是由这些去和合而组成的 人是由这个物质和精神和合 当我们将这个五稳分开之后 人就不会再存在在这个世间 故此说 五稳无我 五稳和合就是有 这个是流转的体 一旦这个恩怨消散之后 人就没有了 就是说明人是不可靠的 在其他的世界未必是这样 所以说是善巧 戒善巧 戒善巧就是这个十八戒 大家知不知十八戒是什么 不知道啊 十八戒的范围 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 时间 时间 佛国的佛国度 都是善巧的方便 十八戒就是说了什么呢 其实是说我们的绿色 绿根和绿层 三绿的十八 大家一说了就记得了 师傅说的时候 师傅很熟悉的 我这个很熟悉的 绿色就是指我们认识的作用 这些作用是用来什么呢 就是产生 我们的产生是要依靠我们的绿根 但是这个眼睛 如果眼睛没有这个颜色 就不能够产生体的作用 看东西 有根有色 如果没有这个外层 它就不能够产生活动的作用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绿根绿色 但是没有绿层 我们就产生不了这个活动的作用 所以人所以有这个认识的作用 因为有十八戒的种种作用 处善巧就是说十二处 十二处知不知 刚才是十八 现在是十二 少了一个而已 十二处就是指我们的绿根和绿层 处主要是说空间 所以它不会指绿色 是指各处各个地方的存在 佛陀曾经说 这个世界是无处 不是它往式葬生的地方 我们现在或者所在的地方 也是我们过去身中 佛陀写命葬生的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处就是说地方的意思 缘起善巧 缘起就是指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你应该听过了 十二因缘其实现在等于一集 无名 行 色 名色 六入 足 受 爱 取 有 生 老 死 无名就是说我们的贪 生 痴 等 烦恼 就是为我们的生死的根本 行就是说我们造作所有的业 色就是这个业式的头胎 明色就是说有这个胎形 又有这个绿根 但是未全全具足 六入 就是说这个胎已经长成了 眼 绿根 那些已经具备了 即是说它那个人的形已经具备了 竹 就是说我们出胎和这个外景接触 寿 就是说我们出胎之后 与这个外景接触了 生起了这个苦和乐的感受 爱 就是对这个境生起这个爱欲 取 就是说我们追求这个造作 有 就是说成了这个业因能够 能够照感到未来的果报 生 就是说再受未来的那个不允的生 老死 就是说未来的生又漸漸地老而死 这个就是十二恩怨 众生为何在这个六度轮回的情况呢 所谓 万法因缘 每一法都是因缘所生 只是善考 以这个究竟的本身来说 就是属于真如和这个盛起 欲界善考 色界善考 模式界善考 过去善考 未来善考 现在善考 以上所说的这四项都是根本 其次就是举了两个世界的人 是最难破除这个障碍的 就是这个空间和这个时间 以空间来说 有这个欲界善考 色界善考 和模式界善考 欲界 色界和模式界我们称为三界 又称为三有 从一真法界来看 三界并不是存在 但是从这个缘起法界来看 就是存在的 所以说佛教有两句说话 梦里明明有六趣 国后空空无大千 时间也是有一样的 有这个过去的善考 未来的善考 现在的善考 过去 现在 未来 是站在这个善考的立场来看 是存在的 但是 因为这个环境而产生 现在是什么呢 只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是过去和未来之间 一个模糊的空洞 是非常抽象的 在这个主体上来说 就是有过去和未来 只是一种的环境 但是在我们 是要在这个当下来说 现前的一念心 安住在当下的时候 就是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这个时候的当下 就是永恒的 所以一个人 生活在当下的人 不管他过去 不管他未来 过去所做的业 也都不会报应在他身上 因为他已经脱离了 过去 现在和未来 所以是没有业报的轮回 所以就能够出来这个三界 前面所说的念头 和念头之间的空洞 就是当下 一个成就者 可以一坐 坐三十年 不动动的 是因为什么呢 他将他的心 能够安住在空洞里面 能够契入在这个当下里面 这个时间就化为了永恒 一切只是一念之间意义 在凡夫总是攀缘在 这个上和上之间 在不断在其中流转 所以说三十年 对一个凡夫来说 就觉得是很长的时间 觉得很疲倦 这些都是善考方便的一个状况 这些都是善考方便的一个状况 这一段就是举出了 涅槃的因有十种 前面的七种 就是属于七角分 后面的空无上和无缘 这三种就是属于三味 一般来说 七角支或者七菩提分 就是小成的涅槃因 想证到阿罗汉果 要收这个七角支 三种的三味 是否是菩萨收恩正果的因 七角支就是念国分 念念的觉悟 人的念头 或者我们的恶念 邪念 总是比善念 是比较多的 我们收集这个念国分 我们要念念 也不忘记这个善法 我们也不失去正念 我们的正念不失去 我们就有可能觉悟了 责法国分 责就是简责 对这个法责别 然后作出这个抉责 我们收集佛法 必须懂得分别善和恶 我们要责别是非 才能够作出正觉的抉责 然后依着这个正法去收集 精进各分 在佛法收集这个收集上面 能够勇猛用功 不蟹桌、不放日 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保持 我们的正念 保持我们的觉醒 起觉分就是说 我们收集这个禅定的时候 所得到的那个法起 修学佛法 也会得到类似的情况 有时在听经文法的时候 或者感受到佛法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所产生的愉快 不是平常能够体会得到 法起是从我们的内心发出来的 我们能够善修这个佛法的菩萨 我们要知道 学佛不是成为生活之中一种的负担 我们应该在这个越学越自在 越学我们越喜欢 在这个相对的世界里面 是保持了绝对的喜悦的心 因为我们能够安住在这个一身法界里面 能够保持绝对的喜悦的心 这个就是喜无良心 以这个分就是 依这个禅定的功夫 就能够得到这个轻安 轻就是我们身体感受到这个轻快 安就是我们心灵上的安乐 我们身心的轻安 就是对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都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们要真正得到这个轻安 就是必须要收集这个禅定 在这个禅定的功夫里面而得到 禅定的功夫越深 我们的轻安的角手 也都会好心 接着就是定角分 就是说从这个收集禅定的功夫里面 而得到定角分 我们的心心念念都不离开这个菩提心 不舍来这个菩萨道 不是我们每天坐在那里 一些都不动 这些叫做定角分 而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心心念念里面 都不忘记三宝 不舍来众生 不离开这个菩提心 事事行这个菩萨道 在这个菩提道上 不退转 不散乱 接着就是写个份 简单来说 就是叫我们放下 佛曾经譬如说 我们要从生死的此岸 通过生死的楼 而到达这个涅盘的彼岸 他就譬如说 当我们要乘坐这只船 从此岸到彼岸 我们到达彼岸的时候 我们就要放下这只船 因为它已经带我们渡过了 我们千万不要说 上了岸之后 还要不放写 还要把这只船 背在我们身上 这样是不行的 我们修学佛法的人 有很多人 他们就是这么糊涂的了 应该写的就不写 还背在他们身上 就像一个病了的人 这个病人已经痊愈了 但是他还坚持 他一定要吃药 其实如果再这样 就会产生另外一种病 我们收集以上所说的七种的国分 就能够使我们众生 能够转迷成悟 能够证到涅盘的境 涅盘的因 就是我们学佛的人 所追求最高的境界 所谓追求最高的境界 再说是有三种的三枚 空就是说 我们能够观一切法空 是不去除了我们的执着 能够空了我们的烦恼的执着 空了我们的妄想的分别 无上就是说 观一切法的上是空的 法既然是空 即是无上 在一切的上 我们的上 我们的上 我们不起这个妄念 我们不起这个分别 不起这个执着 在一切的境界上 我们的心不掩着 不娶不捨 那我们就能够见证 能够成佛了 无怨就是说 观一切的 观这个法的上空 所以叫做无所愿 无所求 就是不会执着自己 发一个愿 或者是发两个愿 而是普利一切的众生 无所不愿 就是说 叫我们成就一切众生的善愿 引导一切的众生 发这个菩提心的誓愿 这三种都是禅定的功夫 在这个修禅定的时候 我们能够观一切法 都是无自性 是空的 进而观一切法上 也是无的 纵使佛果 也是空无的 然后能够达到这个无愿求 在凡夫的境界里面 一切都是有 只有真正进入这个三会的境界 才会发觉一切都是空 是一种相当高的境界 第六段就是满菩萨恨 就是这个六道四范 这是第七点 云何得圆满坦菩萨 斯菩萨 展提菩萨 皮利耶菩萨 善罗菩萨 波野菩萨 及以圆满慈悲喜舍 十种的菩萨之中 前面六种属于六菩萨 后面四种就是四无量心 那谈菩萨 那谈菩萨呢 就是说 什么菩萨呢 对啦 布斯菩萨 我们将个人所有的钱财 能力 或者知识等等 能够慷慨地拿出来布斯给他人 令到他人得到利益 斯菩萨是什么呀 斯就是慈戒 慈戒就是对一个学佛的人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慈戒 如果我们不慈戒 就没有机会获得这个人生了 那既然我们没有机会获得人生了 我们怎样可以再说要去道化众生呢 因此我们要慈戒 就是要保持我们人生 不可以失去我们这个人生 那我们才能够有机会修学菩萨道 这个剪提波罗文 即是什么呀 是的 没错 是忍辱 当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 大众都会感到很不舒服 不愿意去亲近他 那我们如果要道众生 就是成为了一种的障碍 当我们遇到这个逆境 或者不愉意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忍辱的功夫 甚至我们遇到这个顺境的时候 我们也要安忍 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就会受到这个障碍 皮尼耶波罗文 即是什么波罗文 是精进波罗文 在布施、持戒、忍辱 这个也是修行的必备 精进这方面 是随着我们的精进功夫的累积 用心或者用功深入这个修行之后 布施、持戒和忍辱 它的内容的品质 必会是产生了变化 我们必需要设计 我们要精进 这个就是菩萨的善根 唯有精进才能够渐渐入了一个街的境 而能够进入一步 再进一步 能够得到这个成就 禅罗波罗文 就是禅定 当我们精进在这个布施、持戒、忍辱之后 所产生的第一个成就和效果就是禅定 禅定可以由两方面来修行 第一方面就是为了专对修行法的部分来修 就是体会这个真余的禅定 古时候有一位善于壇琴的人 他对壇琴是非常非常有他的慰根 他的师傅很希望他能够出家弘法 因为他很有慰根 但是他自己很不愿意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不舍得离开他的琴 于是他就跟他师傅说 如果我出家之后 你都能够继续让我弹琴 我就愿意出家 当时他的师傅真的答应他 在他的房间里设置了很多各类不同的琴 让他去研究和在这里谈 他非常用心 而且还组织了一个乐队 后来这位琴师 但这个是出家的琴师 他真的能够成就了 正到这个阿罗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就是自己专长的兴趣去修学 一直向上去发挥 都能够达到这个最高峰的下 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他由定而生起这个智慧 所以他就是有所成就 在这种修法 我们称为沙摩地 即是定 从世间法各各方面来看 这个就是除原子 除着世俗的恩怨来收集这个禅定 接着就是第六种 般若波罗文 大家都知道般若是智慧 我们知道一件事 智慧和聪明是不同的 不等于的 佛法里面 最终极的是用我们觉悟 我们人必需要有智慧才能够觉悟 学佛的人 是要由这个智慧啟發 而得到这个觉悟 但是我们为什麽 不直接讲智慧 还要从这个布施 持戒忍辱讲起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恩怨有不同 不是众生没有智慧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地去切入这个智慧 圆满境界而能够达到开悟 所以只是借着这个布施 持戒忍辱 持戒忍辱等的事相 为我们的遵循 才能够将我们众生逐渐地导入我们 去这个般若的境界 持悲喜捨四无量心 六道是菩萨的根本行 那这个六道涉万行 可不可以以这个圆满 是另一回事 但是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做 所以持悲喜捨 不是一定是菩萨的大行 但是我们如果收这个慈悲喜捨 可以得到什么呢 可以得到很大的福报 慈悲就是利他 喜捨就是利己 慈悲主要就是帮助众生 我们有说慈是娱乐 悲是拔苦 所以是利益众生 喜捨 喜是自己的喜源 捨就是捨去了我们自己所不要的 所以收这个喜捨的人 往往他的人缘都会非常之好 收慈悲的人 比较容易得到帮助 慈悲喜捨 不管我们是利他或者是智利 我们的福报都相当大 这个福报我们是要收好 就是叫做四无量定 所得到的果报 不是在这个欲界天 亦不是在这个色界天 是在这个色界天 和无色界天之间的福报 所以是一种的禅定 在佛门里面说慈悲喜捨 另外有一种的说法 就是叫做大慈大悲 大喜大舍 上面加过大字的意思 就有大大的不同了 一般的慈悲 是乐意帮助众生 是有对象的 但是大慈大悲就不同了 他是没有对象 是没有这个意念的 佛菩萨救我们 是没有附大的条件 好像观世音菩萨 三十二应化身 遍这个陈擦 尋升救苦救难 只要你能够自诚地持重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这个不是条件 而是一种的沟通的恩怨 是一个求救的讯号 一定要去发出这个讯号 只要我们能够发出这个讯号 菩萨就会来救动我们 所以我们清念不是属于条件 而是一种的讯号 第七段就是 得十力字 就是这里的第八 混合得处非处自力 过未现在而报自力 根性劣自力 种种界自力 种种解自力 一切自助度自力 禅解脱三昧染症自力 宿注念自力 无障碍天眼自力 断诸杂自力 这十种的自力 就是只有正道佛果的人 才能够具足 所以又称为如来的十力 菩萨的十力 不让佛的十力 那么圆满和颂高 那处非处自力 处就是指道理 就是说 懂得分别事物的道理的一种智慧 佛的智慧可以分别得出 一切法是有理或者是无理的 过未现在而报自力 佛具有知一切众生三世恩果而报自力 在经里面记载 有一次佛陀见到一个人 正在发大脾气 佛陀对他的弟子说 如果当时发脾气的人 他立刻死的时候 他必定要下这个地獄 佛就是这样 能够知道一切的业报 佛弟子修行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佛亦都为他的弟子授记 好像佛曾经授记这个弥勒菩萨 他将来要成佛 说明了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 那个世间是怎样的情况 以及说出了他所导的弟子 是哪些弟子 这些都是佛对未来的事的一个预记 根性劣智力 佛有这种智力 能够看到众生的根基的殊性 或者是一些顿劣 对于利根的众生 佛就为他说高深的法门 对于顿根的众生 佛陀就为他说一些比较浅的法门 种种界智力 种种界智力 世间众生 种种的境界 都有不同 他所受的果报 亦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佛对这些不同的境界 都能够如实地知道 种种解智力 就是说知道一切的众生 种种知解智力 终生的境界 思想 观点 佛都能够了解得很清楚 所以佛的这种力量更加圆满 一切自处度自力 一切自处度自力 处就是指修行 或者修善业后所得到的处所 所得到的地方 一切自处度就是指到达 那个地方的方法 或者是道路 如果要来人间 我们就必须要修这个五界 如果我们想新天 我们就要修十善 我们修禅定 就能够生在这个色界天 或者是这个无色界天 我们修这个八正度 就能够正到这个阿罗汉的果位 我们修这个十二恩怨 还滅法门 我们就能够正到这个辟知佛 我们修这个菩萨道 就能够正到这个佛果 对于很多的道路和方法 佛都很熟悉 所以能够指示我们众生正确的道路 禅解脱三回染症智力 就是说我们知道种种禅定的功夫 修禅的法门有很多种 佛都能够以最适合的方法来教导我们 缩住念自力 就是指宿命通 就是说有知道过去一切的能力 修禅的人得到宿命通之后 就可以知道他们过往生中的经历 无障碍天眼自力 就是指这个天眼通 这个通有两种作用 第一是从这个空间上来说 天眼能够见到很远的地方 而没有障碍它 第二是从时间上来说 就是说未见到未来的事 这些都是神通 所谓的神通就是说人所没有的能力 但是可以通过修行而能够得到 断珠杂志力 杂就是指我们的杂气 印讯导导师对这个作出一个譬喻 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人被一条绳绑住 被绑了十年或者二十年或者三十年 当有一天我们绑在手上的这条绳 能够解放了 但是这个人还是常常感觉 觉得自己是被一条绳绑住 这一种就是叫做杂气 经里面说 佛在世的时候很多的弟子 他们都从他们自己不同的杂气 会有不同的表现出来 其中有一位大副长者 他的家里有很多奴婢 所以他时时就叫奴婢 叫做小婢 小婢 但他的那个杂气都改不了 所以这个阿罗汉每一次过行河的时候 他都叫这个河神做小婢 小婢,你帮我把这个河水分开 这个河神就很不开心 但是他对这个正在阿罗汉的人 他又不太无奈 他又不可以说他 所以这个河神就很不开心 有一次他去见佛陀 就跟佛陀说 他说佛陀,他还不断说我 叫我做小婢 所以佛陀就跟阿罗汉说 你不应该这样做 你应该跟这个河神道歉 阿罗汉就跟这个河神道歉 他就说,对不起小婢 这就证明了 我们的杂气是很难改的 接着说 第八段就是十王敬户 云河上得天王,龙王,夜叉王,乾踏婆王,阿修罗王,家流罗王,锦罗罗王,魔侯罗奇王,人王,凡王,之所守护,恭敬共养 天王就是指绿玉天的天王 即是四天王,涛利天,夜魔天,斗树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 这六天 每一天都有他一个天王 龙王,龙就是水里的动物 经典里面聚述了龙王如何守护这个佛法 是佛法的护法神的一种 夜叉王 是一种能够在天空里面飞行的一种鬼神 乾踏婆王 亦都是属于鬼神的一类 他的身体有一种香气 在这个帝式天宫里面掌管这个音乐 所以他属于一个音乐神 阿修罗王 就是指他属于一个疑心和亲心很重的一个众生 他其实也同样享受他的福报 加流罗王就是指这个金刺鸟 是鸟类最大的一种 它的刺旁一打开就有八万四千尺 非常之大 但是这种金刺鸟 他专门是吃龙的 龙王就向佛陀求救 佛陀用出家人的袈裟上的一条线绑住龙角 这些金刺鸟就不敢去吃这些龙 但是金刺鸟又有问题了 因为他以龙为他的食物 佛陀已经救这些龙 金刺鸟就没有粮食 没有粮食他就会饿死 他又去投诉佛陀 对佛陀说他出现另一个问题 佛陀就叫他的弟子每逢吃饭的时候 他都要出色 就是要布施一些给这些金刺鸟 能够解决了他饥饿的问题 而且也不再伤害这些龙 因为当时龙王为什么会去投诉佛陀呢 因为他的龙子龙孙已经被他吃了很多 可能被他吃到绝灭了 金刺鸟王就是涛利天的音乐神 因为他的样貌就像人一样 但是他的头是一个角 看起来又好像是人 又不像是人 魔侯罗骑王就是指这个网蛇王 亦有人称这种叫地龙 人王就是指大家都知道 我们人间的大小的国王 梵王就是指这个初禅天 护慈佛法最著名的帝式天王和梵天王 我们读众这个花炎经的人 能够得到这个十王的拥护 能够愚法的修行 在花炎经转记中说了有一则的公案 就是说在隋朝的时候 有一间叫做禅定寺 有一位法师就叫做维午法师 他就和另外一位法师就离开这间寺院 去隐居在这个中南山 大家有没有去过中南山? 在西安 中南山里面很多在这里修行的人 很用功的人 那这两位法师就去到这个中南山 就自己建了一间茅棚 就是一些很简楼的屋在这里修行 这个维午法师他专门持诵《花炎经》 而另外一位法师就是专修持诵《涅槃经》 经过很多年大家都在这里修行 但是有一天就有一个人来到他们的茅棚 就是跟他说他要聘请那位 仲法经的那位法师 就是请这位维午法师 要去他家里接受他的应供 当时维午法师就穿了袈裟 拿着盆子准备去受这个人的应供 那在这一座山里面呢 他就跟着这个人一直走去 行走出很远很远 走出很远都不见了有人烟的地方 那这个维午法师他就有问 他就说 您的家在哪裏 那人就跟法师说 他家在山的正南面 卫五法师觉得很奇怪 在南面那里 只有一些岩崖潮壁 很直的山 都没有看到有人烟 和一些穿落的地方 这个人就告诉他 告诉这位法师听 他说他请他自己做弟子 我是这个山里面的山神 我请法师来授我的应供 两个人就继续走路 越走的路就越崎嶇 越走就有很多的岩崖潮壁 这个山神就问 法师你日日都授慈这个花严经 你读了花严经这么久 你现在还没有神通吗 法师就说 我还没有神通 这个山神就将这位法师 一捧就将他整个捧起 腾空这样 就很快到达了 这个山神所住的地方 去到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大的宫殿 里面放了很多座位 然后他就请这位 伟位五法师坐中间这个 我们叫高座上座 很恭敬他 请他坐这个座位 他坐上去之后 等了一会儿 在这个空中 就来了五百位的僧人 每一位的僧人 他都拿着一支石杖 和拨 从这个腾空而下来 这个卫五法师就很惊喜 很惊讶 他就马上想离开他的座位 起床而礼拜这些的圣真 这些是属于言圣真 这五百位的法师 他都说 你是读中花艳经的人 你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你不需要向我们礼拜 当时法师就没有起床 就接受了这个山神的供养 接着那五百位的圣真 受供养之后 就腾空 飞到空中就飞走了 剩下的就只有这位 为五法师 因为这位法师是没有神通的 是因为山神用他的神通 就带了他去这个宫殿 他都不知道觉得 不知道自己要怎样 我走不了 这位法师就跟山神说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这条路是怎样来 那我怎样才可以离开这里 那山神就没有答他 怎样来怎样走 只是指着他有一个庭院 以前可能是种花 一个后院的地方 他指着这个后院 后院里面有几个小朋友 很小的小朋友 大概只有三岁左右 这几个小朋友就在那里玩 在那里玩得很开心 所以山神就是对着这些小朋友 没有答到他的问题 他就说 对法师说 对那些小朋友说 他说 你们 哪一个可以来供养法师呢 其中 果然有一位小朋友 跑到这个法师的面前 他说 请法师打开口 那这个小朋友就把他口张开 打开 那这个小朋友就说 看一看就说 法师 你还是有生死的病 那这个小朋友 就从他手 拿了一些 好像微尘 一些尘埃的东西 就扔了入这个法师的口里面 过了一会儿 他又跟法师说 请法师打开口 那这个小朋友 看完之后就说 你的业障 烧除了很多 那这三个小朋友 他就向上一跳 就跳入了法师的口里面 因为他跳进去的时候 第一个是 这个给一些微尘去吃 他就变成了自己 他就变成了自己 就跳入法师的口里面 那另外还有三个小朋友 他就变得很小 又跳入法师的口里面 其实这三个小朋友 是一些药物的药 药精 一些精 精灵 是天地的灵气的精华 是一种药物的精华 这三个小朋友 这三个童子都飞进了法师的口里面 然后融化在他身体里面 这个法师就很奇怪 觉得他的身心都轻安了 他就有一种神通力 就是腾空地飞进去他居住的地方 在这个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 他在这个虚空之中 就对他飞进去他居住的地方 就跟他一个共同修行的一位法师说 他说法师 因为他读花严经的力量 能够得到这个弱先 所以他得到他的一个能力 所以大家是 我们说他达到那个层次有不同 所以我们现在都不能共同住在一个地方 来修行 他就说 要请另外那位法师 要生起一个 因为过往大家共同住在这里 请他生起一个欢喜的心 将来我们两个都能够在佛陀 在佛的前面能够相见 很奇怪一件事 这位法师离开 而他种的那本花严经 跟随这位法师 凌空就消失了 我们真是持中这个花严经 有这个殊性的功德 能够得到这个十皇的恭敬共养 和这个守护 真的不是讲故事 这个是经典上面记载 不是故事 是真事 第九段就是能为遥益 云何得与一切众生 为医 为旧 为归 为趣 为具 为名 为照 为道 为圣度 为普度 这个都是属于医 这就是引导我们的意思 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利益众生 引导众生 令众生能够开智慧眼 得到这个正法眼 自守菩萨在这里 首先令我们有这一层的认识 所以一开始 他就要我们充实 要多多地充实自己 要努力去修行 将前面六个阶段踏实地 我们要学好了之后 才能够发挥他的真正作用 给众生作为这个依靠 作为这个照明 作为这个引导 在这个自受用 和他受用里面 都能够举足 就是成就了以后 如何才能够利益众生 为众生作为依辜 救护众生 为众生作为归依处 作为一切众生的依靠 救护和救境的归依处 引导一切众生 能够得到解脱 如何才能够 被一切众生 能够违据 违名违照 这个是说 我们如何才能够帮助 一切众生 开智慧眼 得到这个法眼症 在经典上面里面有说 远尘尼救 得法眼症 如何得这个法眼症呢 得这个法眼症 就是要聚足 什么呢 聚足我们的正知正见 我们能够得到正知正见之后 我们的心地 就不被这个外景所染污 凡夫的众生 我们的眼 在这个明暗之中 作不到主 我们的耳朵 在这个动静里面 也做不到主 我们日头妄想 夜晚就是梦想 所以我们是颠倒梦想 能见的根性 有没有生灭呢 是没有生灭的 眼睛不好的时候 见到一切都是黑暗的 如果我们的眼 能够治疗得好的时候 还能够见到光明 能够见到外景 我们要眼睛 在这个明暗之中 做得主 就是 不会被这个明暗的生灭 这个生灭法所迷惑我们 是用这个根性 根性是不生不灭 我们的耳朵 在这个动静里面 做得主 现在有声音 我们听到声音 这个是动 等一会儿 静了下来 我们什么都听不到 但是这个是能够听闻的根性 以得能够听到这个根性 有没有变化呢 有没有生灭呢 是没有生灭的 并不是说听到声音 我们就能够听到这个根性 就是灭 不是这个样子 它是不生不灭的 在这个动静里面 是要能够做得主 所以菩萨 是为了一切众生 开这个智慧眼 得这个法眼症 我们怎样才能够引导众生 为道 为圣道 为普道 为道就是说 开示众生 超出这个轮回 为圣道呢 就是说 不单止是自己能够超出这个轮回 而且说一乘法 唯有一乘法 无二亦无三 以前所说的声闻 说的圆角 都是这个权巧方便 佛陀的本怀 就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 都能够得到直了乘法 为普道 是普遍地去引导一切众生 有一个众生味道 我们都会不舍离这些众生 第十段就是 超胜尊贵 云合于一切众生中 为一 为大 为圣 为罪圣 为妙 为极妙 为相 为无相 为无等 为无等等 这个阶段是涵盖了自受用与他受用两个部分 思想是说在一切众生中为罪圣的 又细分为第一 最大 最殊性 最微妙 最极妙 最无相 最无等 最无等等 这里的无等等是无法比拟的意思 我们修行到这个时候 自受用他受用都举足了 就是福为两足 佛的十种德行里面是完全举足 为第一就是如来的自德断德 这个卑德原本 就是十问里面的种问 为大 就是个体 包这个法界 所以称为大 它是大到无外的 就是称为如来 为正片之 只有佛陀的智慧 是片之这个智慧 全之的智慧 能之的智慧 是片满了所知的世界 的境界 能之的智慧 的内涵 与所知的境界 外然完全是相等的 所以称为 无相正等正觉 普遍法界 称为骗之 正之和骗之 都是正骗之 是这个体包法界 所以叫做大 违性 就是自利的圆满 明行足 就是明足 就是正见的圆满 行足 就是正思维 正语 正业 正名 正精进 正念 正定 这些都能够圆满 这些都能够圆满 所以是行圆满 行足 明行圆满 所以就叫做自利圆满 违性 所知象 所知象里面也断尽了 尘沙画 断尽了 无明画 也断尽了 为相 就是世尊 为无相 就是无相 正等正觉 是最极的无相 唯无等 就是佛的境界 只有佛佛道同 和其他任何 是不能够和佛相比较的 在一切的众生之中 殊胜到这样的程度 我们是怎样可以收得到呢 那这里是加起来 就是一共有十个佳慈 有一百个步骤 那自守菩萨这样去问 文殊施利菩萨 是怎样去答呢 以时文殊施利菩萨 告自守菩萨言 善哲佛子 与今为欲 多所遥益 多所安忍 哀悯世间 利落天人 问如是意 上面就是 自守菩萨 请问文殊施利菩萨 要如何才能够得到 一百一十种的功德 文殊施利菩萨 听了之后 很欢喜地赞叹他 就说 好好啊 好好啊 你能够提出了这些问题 实在是非常之好 更加重要的是 你这样问不是为了你自己 而是为了遥益安稳世间 为了利落天人而问的 既然是这样 我就会好好地回答你的问题了 接下就是那个十问一答 佛祢 佛子 第一 一切行愿皆得具足 佛祢一切法 无不自在 无不自在 善用其心 善用其心 执获一切 第二 第二我们要相信这个境界 一草一木 一沙一尘 都是抱怨的境界 第三我们要相信 我们的起心动念 我们的思想行为 都是抱怨的大行 我们更进一步 而能够相信这个讲经的道场 就是属于普光明典 来听经的每一个人 都是佛菩萨 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普然行 能够这样去想 就能够知道善用其心 应该怎样去用心呢 不是从凡夫的立场 所能够体会得到 所以文殊菩萨 在这个云和用心 能获一切圣妙功德之后 举出了一百四十一个例子 以这个信心为基础的前提之下 才能够做得到 我们可见到 具足这个信心 才能够善用其心 能够善用其心 才获得了一切的圣妙功德 其实不要说是功德 但是福报就已经是无量无边 至于有哪些是圣妙的功德呢 于诸佛法心无所爱 是说坑存法是这一段 因为只有于诸佛法 心完全离开了这个障碍 才能够得到这个储具足 和种种的具足 诸去来今诸佛之道 这是说成就众位这一段 因为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 成就佛道之前 必定要成就了种种的智慧 没有这个智慧 所做的一切的善行 都是属于有流的 不能够成就这个佛道 随众生住 行不捨离 是讲这个巨道的因缘这一段 因为收到必须是行随众生 不捨离众生 才有机会收这个菩萨道 如诸法相 悉能通达 这个是讲 于法善考这一段 因为只有于诸法相 都能够通达以后 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善考 断一切恶 就是只收这个涅槃的因这一段 因为这一段是得到 这个涅槃所必要的条件 具足纵善 就是指这个满菩萨行这一段 因为满菩萨行 就是等于具足一切的善法 最完美的善法 就是行这个菩萨道 当如普言 色象第一 就是指这个十黄敬户这一段 因为当一个修行的人 达到好像普言菩萨 那么圆满的色象的时候 就能够得到这个十黄的户词 一切行愿皆得具足 就是指得到这个十黄智这一段 因为得到这个十黄智之后 才算是圆满它所有的行愿 于一切法无不自在 就是指能为遥益这一段 因为在一切法能够自在地去形容 才能够成为了众生的医子 而为众生第二导师 就是指这个超性尊贵这一段 就是作为众生的导师 佛就是第一修菩萨道的菩萨 而达到文殊菩萨 普言菩萨的境地的时候 除了佛而外 就是众生的第二导师 以下就是文殊菩萨 就是要为自守菩萨 正式去解答如何用心的问题 经文里面 佛子云何用心能获一切圣妙功德 佛子云何用心能获一切圣妙功德 就是文殊施利菩萨 又再讲一声 自守菩萨 佛子就是说 你想要知道如何善用其心 才能够得到一切圣妙功德 佛子菩萨在家 当愿众生 知家圣空 免旗逼迫白 佛子就是说 再一声叫他 就是因为怕他不注意 不知道怕他 就是怕这位自守菩萨不注意 就是 就是说我们 我们众生在这个地方听到经典 就是觉得很平常 可能就在这里睡着了 所以就再一声叫他佛子 就令到这个听经的人听到 叫我啊 我就醒觉起来 那就不敢睡觉了 菩萨在家 就是说一切在家的菩萨 出家的菩萨算不算呢 这里有分开的 他有分开前面那部分 就是说在家的菩萨 等到后边 才再说 所以他又分开了 他就说 等到后面 你就知道 你怎么说 现在呢 首先就说在家菩萨 就是说 没有出家的 幽婆室 幽婆宜 在在家里面 有菩萨 你受了菩萨界 行菩萨道 能忍人 所不能忍的 让人所不能够让的 或者吃人不能够吃的 或者受人不能够受的 或者行人家不能够行的 或者做人家不能够做的 那你呢 才能够是 慈悲地去酸化 能够用的智慧 去代国家去教育人民 为国家来教化老百姓 这些呢 都是属于在家的菩萨 拿去看家字 上面有一个宝盖 好像一间屋一样 底下呢 就有一只那些尺 尺就是那些小猪 我们 为什么不能够觉悟 就好像 被人 一只猪 被人关闭了 在一个范围里面 一样 家呢 就是表示 聚集 我们聚集什么呢 是聚集这个 贪爱情执的地方 是组织社会的基本单位 一切的人情细固 互相之间 是以这个家庭 作为一个大本营 凡夫众生 一辈子 就是以这个家为中心 为我们的依靠 他为我们一个好像一个港湾 一样 他的精神 大部分 人 我们的人的精神 大部分 分为了家 年轻的时候 在家里 就受到 父母的关怀 关爱 成长 到我们成长 我们就要成家立业 到成年以后 就要养妻活儿 我们一辈子 都是为我们的家去忙碌 被这个家所潜薄着 所以就说 要我们知道 这个知家圣空 免其逼白 家是在这个恩怨所深化 我们有缘分 就聚在这里 成为一个 组成一个家 我们的夫妻 我们要是 属于善缘恶缘 或者是母缘 我们就不会聚在一起 我们的儿女 是债 要么就是土债 要么就是还债 才会跟你聚在一起 这些都是属于 因缘和合而组成的 自性是空 在这个空性 又是本空 这个体性空 但是这个上是有的 所以我们要 摄上归性 不起这个执着 这样就能够免其逼白 家也是在家菩萨修行的地方 在佛法在这个世间 我们又说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角 离世密菩提 合于求徒国 在这个家里面 我们只是 只要我们不贪恋 我们保持我们的角 我们能够 不违反这个世间法 在这个世间法 我们要做到很圆满 我们要做到 父慈子孝 兄友弟公 我们夫妇之间要和顺 乃至我们要 修身齐家 智觉平天下 这些都是要做得很好 我们的内心 不起执着 我们的善考 将这个世间法 转成为这个出世间法 我们将这个情愿 转变成为这个法院 所以说我们要 知家圣空 免其迫白 今晚讲到这里 我下次再继续和大家讲 我们现在合掌会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美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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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美陀佛